先說一下它的爪地 它的爪地其實就是 我比較過另外兩隊差不多價位的系列 一隊就是字母哥的那隊 Emmortality的那隊 還有有一隊就是Renewed Eleway 第二代 這一隊的膠是比較絕的 如果在店裡這樣用手搓 這隊的膠是比較絕的 連蟹爪也比較絕 那兩隊摸起來比較滑 不肯定是否要磨走面 才會比較好 但是我自己就比較 自己就比較 比較 摸下去 你已經覺得應該靠得住的 這些膠 我試了在街場 如果在室內 我都在家裡自己試過 我也覺得它的爪地是不錯的 是靠得住的 另外那兩隊就不知道 我就不太敢試 那它的鞋面 鞋面就是一些網布 不知道是網布還是浸植物 那它也有一點空位 它也有一點空位 我自己也是穿上 Nike 穿上一個馬 寬度輕微有一點空位 那這裡第一個鞋帶洞 有時我穿著也會較緊 但是這些網布我覺得都頗好 很容易跟着腳 和很容易會挖曲 加上這些鞋 可能都是設計給你打街場 可能雙腿打得多,即是在烈一當空熱,雙腿慢慢會漲 有一點寬度,有時候都是好的 鞋頭呢,這裡好像比較尖 這個位置,但是這個位置也很寬 這樣寬腳的人也很適合 桶位置有點像,我自己覺得有點像卡月七 這些黑色的布有一點硬一點,比起這些網布 這些很凹,這個黑色布相當硬一點 所以對腳枕的支撐,或者這些位置的腳跟支撐 都相對是多一點的 不至於是一雙很低筒的鞋 其實我覺得包裹都沒什麼問題 而一些位置這樣高了上來,都會幫到你撐住我的腳枕 其實有一點像Under Armour 我挺喜歡的一雙,就是Spawn 3那種鞋 那種設定的鞋,其實我自己挺喜歡的 或者Harden Stepback第一代,都是一些網布為主的鞋 其實現在我覺得打籃球 就未必需要一些很高保護性的鞋 即是那些很硬,包住了,圍住了,邊都包住你的腳 完全沒有位置走 那一類的鞋 我覺得這個年代打籃球未必很需要的 就算現在打大前鋒打中鋒 可能都是穿Kobe 都未必需要穿一些很高保護 有很多緩震的鞋 現在都不太流行這件事 最重要都是起步那一塊而已 那講完這個換震 換震這個Renew的中底也不錯 我第一次試 它有一點像Light Strike那一類 那它前像這裡還有一個Zoom Air 應該都是長方形的 那它這個省這個切草 我覺得都設計得不錯 一來是方便你屈 二來你踩下去 輕微會覺得這個位置有一點點突起 其實那個情況有一點像PG-3的感覺 我自己覺得 當然沒有PG-3突得那麼厲害 或者那麼彈 但是它如果這些支線系列 都做一個有一點點的設計 我覺得它都算頗有良心 而且它整個中底這個 發布膠都是調校得不錯 有一點彈性 再加一個小小的起落 其實都我覺得它的配置是不錯的 也不錯 其實它幾樣東西都不錯的 爪地 活震 包裹其實都 我覺得都合格的 反而我覺得它的桶可以再低一點 我覺得它的桶可以再低一點 它的桶可以驗它 所以我覺得它是很酷的 因為你在綁緊 又好像有點凹窄 綁緊了 我會覺得它的竹籠 可能不是這麼靈活 其實整個底下的感覺 都與TAR-V7 我覺得都有點像 它這個位置 都可以說一下 有時踩進去也有吸盤 吸著地的感覺 其實Paul George 第五代 我也有一點問題 Paul George 第五代 我覺得還會滋擾一點 這隊的效果 這隊都是輕微的 這些都是小問題 整體來說是不錯的 這隊可以實戰 實戰是不錯的 如果你是喜歡反應快一點 或者你比較打後衛 我覺得這隊更好 比我穿它的正袋 十四代 今天就是這樣